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吧 由于身体衰老败坏程度各个不同 所以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这些差异无论如何努力改善 有些仍会超出正常标准而被视为异常 但异常却非疾病本身 正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所以仪器检测出来的异常 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实状况 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 检测结果却正常 身体无病 检测结果却异常的原因 虽然透过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能够因此改善异常 但医学要治疗的是疾病症状 而非衰老异常 明了此理 就不必想方设法去追求仪器检测的 所谓人为正常标准 在诊断上 虽然原始点与西医有很大的不同 从这里的诊断 你看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病 检查却有很多的病出来 什么异常 什么高血压 糖尿病 甚至还有肿瘤出来 但有些真正有病的 他反而什么都没有 反而是正常 常常西医检查出来 跟实际情形是什么 出入很大 但是民众最后会选择 相信自己还是相信仪器 可惜的是民众再也不相信自己 从西医的出现 人们的自信心已经被怎么样 仪器打败 所以大部分都选择西 但我们把这个点出来就让你们知道 原来西所有检查的这些异常 很多跟疾病根本是无关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想方设法 一定要身体符合仪器检测的正常标准 不需要的 但其中我有一句话 就是虽然第一行字 虽然透过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能够因此改善异常 因为异常 我们在一开始论国的时候 我们图表就有讲 衰老的异常形态也好 或异常指数 它的因都是有什么引起的 体伤跟热能不足 有没有 跟疾病的正与状 都是有体伤热能不足 是一样的 他们的因都是一样 那既然一样 你从阴下手 这些异常会不会改善 一定会 可以因此而改善 但原始点为什么不 不放那些异常治好的案例呢 几乎不怎么放 让大家误以为 那这个肿瘤原始点也不能治 那些什么哪里哪里都不能治 事实上不是这样 只是原始点很清楚的 医学要解决的是什么 疾病的症状 而非衰老的异常 所以只是不拿出来讲 但是我觉得 以民众这种迷惑颠倒的心态 我看多少还是要讲一下 以前我讲到这里常常就带过 但是我想还是放一些案例 让大家了解 原始点很多是可以处理 只是太低调了一点而已 我们先来放一个白电风的案例 白电风案例 学员2015年开始发病 右图是2016年8月时拍摄的 虽没看过原始点 处理白电风的案例 但我相信能改善 约半年时间 我帮学员全身按推 并加强手部 肘部 姜粉涂抹手部 不间断地喝姜汤 病情控制改善了 非常感恩原始点 2016年8月 2017年7月 2017年10月9日 前后约一年两个月 这个也是不痛不痒 白电风在我看法根本不是病 你说它有症的不适感 没有 功能混乱也没有 体力虚弱也没有 那你说壮的组织受损 也不是 所以它都不是 但不是病 但是大家很在乎 所以你还是要谈一下 好 我们再来放一个 膀胱癌的案例 我今年66岁 我在5年前 也就是2013年3月份 有开始有血尿 血尿是我们 色护腺跟 这个膀胱癌的一个 前期症状 所以当我发现血尿之后 我有开查的保险 我当然去检查了 报告一出来 他说你是膀胱癌第二期 但是呢 我也很笨 我竟然 发现了膀胱癌 而没有回头去 想到原始点 开完刀 从开刀房出来 这个医生又泼了我一盆冷水 他说你是第二期啊 你看得到我都把你割掉了 你准备开第二次刀 那么我就跟这个 陈经理录打了电话 我说我开刀完了 他说那这样子吧 张医师要到纽约演讲 你去听听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张医师 张医师说你这个这样子啊 那我就问张医师 说我说 什么样叫好 张医师 他说你的体力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就好了 你的体力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代表你好了 那个时候 不是陈经理 就是Luna姐这两位 帮我按推 我真的是很福气 连续十天 早晚各一次 煮生水 煮姜水给我喝 我是敢 点滴在心头 那么我回来以后 我太太开始帮我按推 持续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前面的三个月 我进茶 茶不喝 咖啡不喝 冰冷的东西 我本来就不太喝 我的职业是 我是做寿司的 所以呢 我在来美国的这么多年 我不断的接触 都是冰冷的东西 之前我手脚是冰冷的 可是那个时候不懂 我太帮我做完三个月 中间陈经理Luna姐 只要我进三班师 我就去佛堂 他们两位中间 一定有一位精致帮我做 他们来三班牙都来看我 也帮我做 这样子过了四个月 我回去的第一次检查 各位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你大概转移了 赶快去照 赶快去照吧 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他没有 看不到 好吧你回去吧 他也很讶异 为什么没有 我也没告诉他 我做了什么 他告诉我 你有运动吗 我说有 我一个礼拜至少四天 只要有太阳 我就出去走路 我在家整整休息了一个月 然后我去第二次检查 也是没有 第三次检查 还是没有 第四次检查 已经超过一年了 还是没有 然后五次六次 第七次没有 到了2015年张医师到 到什么时候来 我第二次见到张医师 张医师看到我 他说 你这几年的生活品质 一定很好 就讲这句话 所以这一路下来 到今天 我满了五年 照着西医的讲法 我就免疫了 但是免疫 并不代表 不会再生 所以还是要更小心 这个在西医 他们看法 很认为不可能 自己能够怎么样 修复的 但这个确实是 自己可以修复 类似这样 那所以原始点 是不是可以 从因改善 体伤跟热能不足 直接来影响这些异常 事实上是有的 而且这样的案例 还真不少 好 我们只谈到这里 那我们紧接着 下面这一段 我们继续来看 这里已经表达怎么样 原始点在诊断上 跟西医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 有啊 绝对有不一样 那原始点是 从人方面去检查 不是靠一些什么 高贵的仪器 或精密的仪器来检查 那在治疗上 同样也是跟西医不一样 好 我们紧接着来看 下一段 在治疗上也是如此 比如患者视力减退 西医会先用仪器检查 最后 若认为是白内障 阻碍眼睛的运作功能 再有眼睛功能 不能充分发挥 导致视力减退 西医就会采用手术 直接从果解症 治疗白内障 原始点则完全不需 仪器检查 直接从阴按推头部原始痛点 以分辨视力减退的体伤位置 视力减退若属他处体伤所致 按推后就能改善 按推后不能改善 则此视力减退属本处体伤所致 可用温浆汤清洗眼睛 以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疗愈病症 综上所述 西医从果解症 不仅需要仪器检查 还要治疗异常 原始点从阴解症 既不需仪器检查 也不会理会异常 此为两者最大的差异 此外西医认为 果可以生果 即异常的果可导致病症的果 所以为了解决病症 必须治疗异常 好 我们就念到这里 从我们举的这个白内障的案例 西医从果解症 当然也可以治疗 那原始点能不能治疗 也可以 白内障看不清楚 原始点按怎么样 头部原始点 按了如果没有效 还是视力减退 那接下来就要怎么处理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直接就怎么样 用姜汤清洗眼睛就能改善 那是不是原始点真的可以做到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2015年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开始蒙了 已经分不清黑跟蓝色 看电视机很刺眼 连人像都分不清了 到2016年的时候 我就去换眼睛 检验眼睛的朋友就告诉我 我的眼睛已经80%展白膜了 过后我在YouTube那边找眼睛的案例 我就看到有一个案例 是用姜汤洗到眼睛好的 我就尝试用淡姜汤 用棉花来洗眼睛 洗一天洗很多次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就改用浓姜汤 一天滴三四次 晚上滴三四次 滴三个月过后滴下去 那白膜就会好像白沙那边在外面了 然后晚上滴的 早上起来 我用那个淡姜汤来洗眼睛 不要太冷 可是要温温 就是这样 把眼睛 我的眼睛在里面转 眼球转 这样会不会辣 现在不会辣 以前会 反而眼皮是辣的 他就不辣 他很舒服 白沫都出来了 滴香汤下去浓浓的 白沫很快就融化 滴下去的时候 很刺眼睛盖住 等眼泪流出来 是黏黏的 那个黏黏就是白沫 融化的 然后温敷 温到眼泪流出来 也是黏黏 其实就是白沫咯 白沫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还看得到 白沫出来的时候 眼睛会更萌 黑眼就给那个白沫盖住 你看东西 萌萌白白的 一定要一直在滴 滴到那个白沫干净 眼睛才会亮 有一个朋友在亚加达的 他滴到白沫好了 连他的近视眼睛都不用带了 那个是真的 每天我用原始点调我的身体 就是每天早上打八段井 过后我就喝姜汤 我的姜汤开始是两厘的水 煮成一半 煮两次 每天喝姜 没有喝白沫水 就是喝姜而已 如果有觉得不舒服 我就有 头不舒服 我就头部原始点 然后如果我觉得整身很弱 我就整身的原始点 所以你们看看 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些 把它简化 只要在眼睛这样洗 白内障 确实是可以治的 而且又简单 大家都会 只是淡姜汤 效果不好 它最后是改溶姜汤 那你看这两套医疗体系 已经很明显 西医是要冒很大的危险 是手术的 即便再说安全 但还是有失败 那原始点这个 失败了就 大不了就还是看不到而已 也不会伤到什么 绝对不会 它没有什么侵入性 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会稍微怎么样 辣辣的 但我相信 温敷一定有效果 那如果是轻微的 什么眼干涩 什么 那更简单了 那个有时候淡姜汤都够用 所以从这样的 两套医疗体系 你们是不是已经 看得出来 原始点需不需要 仪器检查 完全不需要 然后要不要理会异常 在意异常 也不需要 所以这已经两套 不同体系 所以大家很多说 那原始点以后 是不是好了 要去医院再检查一下 要不要 根本就不同的体系 那你还要去管这个 然后异常也是一个衰老 跟疾病的症状也无关 原始点只要 解决疾病的症状 就可以了 我要让他眼睛看得清楚 我可不管白沫 不白沫 那白沫也是 我因为眼睛用温姜汤 清洗的过程中 温敷了 把我们的热能调动起来了 然后组组织器官运转顺上 身体就自然去怎么样 自我修复 而不是姜汤能够把白沫洗出来 姜汤没有这种功效 而真正解决的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的身体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只是供应一个热源而已 好 那这样已经很确定 原始点讲到这里 已经很笃定的讲 他注定跟西医已经怎么样 完全不一样的路 原始点不需要借助这些检查 同样这些检查对原始点 一点帮助也没有意义 那如果你要从国解症 那你知道就是手术 那这个就变由民众去选择 那这种异常形态影响到病症的 其实例子非常的少 白内障比较多 但如果你讲到体内的肿瘤 那几乎少之又少 几乎根本不大可能 因为我一路这样做下来 比如说常常很多患者 到癌末的时候都吃不下 那西医常常说 哎呀 你那个食道癌已经堵住了 但我一揉 揉完叫他再吃 他就吃得下 那我就揉了有改善 属他处体伤 跟所有的仪器检查 不管组织受损 或是异常形态 就可以确定完全无关了 那这样的案例多到不行 所以我就确定 那异常形态更不用提了 那至于异常指数 那就根本跟疾病无关 就是另外牵扯进来的 节外生肢的一种东西而已 那跟治疗 重因解证 完全不需要那种判断 好 那这里我们继续再把后面的讲完 但衰老的异常 并非治疗对象 更何况异常指数 只是抽象的数据 不会影响体伤 根本与病症无关 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 以白内障为例的果 以影响到本处体伤 阻碍眼睛功能的阴 再有本处体伤 眼睛功能受阻的阴 导致病症 视力减退的果 在这样的情形下 西医才能从果解症 治疗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由此可知 果虽然可以影响阴 但只有阴才能生果 果是不可能生果的 这也是从因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也能够因此改善异常的原因 也就是我是举白内障为理 我认为异常形态要不要处理 异常指数或异常形 绝大部分都不需要处理 只有一种情况下 就是譬如我举白内障 这个白内障已经影响到 眼睛的运作功能 事实上眼睛有没有病 没有 它眼睛是好的 但只是被白内障怎么样 盖住而已 看不清楚而已 所以在这时候 这个果已经影响到 我们眼睛的运作功能的因 而这个眼睛功能的因 没有办法充分发挥 然后导致什么 导致看不清楚 视力减退 是吧 那就是果了 好 在这种情况下西医才可以治疗 如果没有确定照这样 也就是我们如果按了有效的 那统统不是 所以原始点 先用这样就可以删掉 很多不需要开刀的 那在这样情况下 再加上内外热源 还没有效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好 那这时候开刀 我们也就没话讲 如果没有做到这样 你们开刀 我认为都是不必要 而且都有一点冒风险的意味 尤其是他处体伤 揉了就可以改善的病症 那你开了不就白开了吗 那多烟网 所以只有在这种 很严肃的情形下 你才可以开的 好 那代表 这个果会不会生出一个症状来 不会 它是影响到阴 因为白内障本身 跟看得见看不见 是无关的 它不会生出一个看得见 白内障难道就看不见吗 它如果没有遮住眼睛 你还是看得见 所以看得见跟看不见 是眼睛的功能 眼睛才有见以不见的功能 白内障没有见以不见的功能 所以我们治疗的是眼睛 原始点是从眼睛重阴的 那白内障是果 西医直接就把它割了 那我们是重阴改善 就是利用我们内外热源 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让我们的治医力免疫力 提升之后 我们自我组织运作修复的 这才根本 而且又没副作用 所以这样自然就走向 两种不一样的路 那只有本处体伤还有共同的 但是治疗方法跟检查方法 完全不一样的两种 他处体伤 那就是西医的短板 我们就不需要谈 那好 只有白内障吗 我说 这个我们再放一个案例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也就是只有果影响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造成我们的困扰 我们才需要处理 我们再来看一个 肿瘤头部两倍大案例 二十多岁 开始脸部左侧长肿瘤 经历四十年左右 肿瘤已经是头部的两倍大 七点四六公斤 这个肿瘤你看 它长了四十年 这是在非洲 如果在台湾不可能长那么大 你两公分就被抓去挖了 然后可能还要化疗电疗 你大概也不可能活到四十年 才有这种机会 再来讨论要不要割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完全 就是医疗没有支援 到不了的地方 才可能长到这样 但你说肿瘤会不会死人 从这个看就知道 它根本与疾病也无关 你症状也无关 跟生死更无关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活那么久 但我们的医学一直不断在洗 大家的脑 说哎呀肿瘤多危险 你看这种地方 它根本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处理 很显然它睡眠也影响了 有没有 然后实在太大了 7.6公斤 每天背 拖着7.6公斤的东西 在身上走 确实是一个负担 那处理起来 把它让它轻松了 是不是好 这时候我就赞同 所以我说 只有异常形态 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作了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怎么样 从国解证 也就是西医就可以从国解证 那原始点是没有办法 像这种处理没办法 就只好给西医了 只有这种情况 所以该讲的 也就是西医所有的检查 异常指数我就不说了 它跟疾病完全无关 那异常形态 其实真正跟疾病有关的 其实少之又少 我就这样点醒各位 那如何判断 很显然你一定要利用原始点 先按按看 把他处体箱揉一揉 如果有效 那你就确定 这个也无关 就排除 那揉了没有效 你也不要先 就相信本处体箱 一定是西医讲的对 还要加强怎么样 内外热源的使用 那确定了 还是没有效 那这时候 才可以考虑到西医 那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保障 你这样做的决定 也不至于怎么样 在恐惧下 做出不该做的决定 而伤了身体 好 那这一段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把最后一段也念一下 总之 医学并非要解决衰老的异常 但如果为了检查正常 或解除症状 却将异常当成治疗对象 那就犯了将衰老当成疾病 而使病人变多 以导果为因 而说 一阵多因 或果生果的过失 如此治疗 不仅违反自然规律 还超出医学范畴 好 这里就是我们的结论了 简单讲 异常形态 就是一个衰老败坏 那这个衰老败坏 如果已经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运作 我们还是可以处理的 那最好是从因处理 绝对不要从果 但如果它没有影响到身体 你绝对不要把它当作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因为这样会造成的结果 就是使病人变多 还有到果为因之后 就会有说一阵多因 或果生果的错 好 那这种当然就违反自然规律 也超出医学的范畴了 好 这是最后的 对这个论果的一个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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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论果的一个陈述